儿童节前夕市长魏嘉权 30号上午前往市立幼儿园 赠送给每位小朋友一人一合 意志拼图儿童节礼物 希望小朋友都能够很快乐 也希望透过市幼有趣活泼教学 让小朋友们在学习及生活教育上 可以有很好的表现 市立幼儿园在儿童节前夕办理庆祝活动 现场充满了温馨气氛 大小朋友在老师代理下 跟随着音乐唱唱跳跳 玩得十分开心 为了庆祝儿童节 30号上午市长魏嘉权 特别来到市立幼儿园 送给每一位小朋友一人一合 意志拼图作为儿童节礼物 小朋友拿到后世笑得合不拢嘴 迫不及待地想要带回家玩 领到这个礼物开不开心 那你们就跟谁一起玩这个礼物 哥哥 谢谢市长妈妈 那在这一次的儿童节 的过程里面 那我们花园市立幼儿园也提前的来替所有小朋友晋升 那但是因为新冠状病毒的关系 我们也把相关的规模把它做缩小 那我们希望也减少了家长的邀请 那我们针对所有孩子们 那我们这次也特别谢谢我们园长跟所有老师 特别挑选给孩子们的一个拼图 那希望孩子们在加热时间都能够除了到家里面之外 外面之外也可以在家里面来玩一些拼图的游戏 能够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 那也可以培养自己的稳定度 市长吴嘉贤表示 市立幼儿园运用各种有趣的教学课程 吸引小朋友在开学之后可以喜欢上学 施工所也会加强学习环境及设施 并做好所有传染疾病的控管 减少病毒产地 希望家长可以放心把小朋友托付给适幼来照顾 接下来学弟勤 花莲市报道